一見到兒子的國小老師 媽媽眼淚絕題 兩人抱頭痛哭 媽媽要進床好不好 天堂要錶電視 我不要哭得好 不是兒子成了一具冰冷遺體 媽媽崩潰哭到全身癱瘓 我要來看你的 我是要去游泳嗎 三代氣口被活活拆散 都是一場惡夜暗火惹的火 一層樓鐵皮倉庫瞬間被大火吞噬 塌陷變形燒得通紅 五千開五千開 消防隊抵達左方冒出閃爍亮光 狹窄的巷盜佔滿逃出的居民 起火點是一層樓鐵皮倉庫 大量濃煙順著風勢 窜進緊鄰兩戶的三層樓透天措 我叫你抱抱 小朋友聽到鼻鼻鼻鼻聲音 然後叫醒過來 走到肩它上面濃煙可以亂窜 那還造成整個屋主在逃生 比較不方便 另外就是在二三樓有加蓋鐵窗 還有一樓整個是鐵鐵門 警消先救出人在三樓陽台的爸爸 媽媽及五歲男童 六十五歲阿嬤倒在一樓廁所 十歲女童在樓梯口 阿公及長孫已經到車庫 卻來不及逃出 十一歲小男童送一傷重不治 起火鐵皮倉庫的屋主 趕回現場查看 電腦主機被燒到焦黑面目全非 起火的鐵皮倉庫 平時堆放舊電腦印表機等器材 一把火害的一家祖孫三代七口 痛失十一歲長孫 留下難以抹面的傷痛 三內新聞六一德 曹勝章SG小組雲林報導